1.2.3 我是那種,老實告訴我1.2.3 那我一定要完成1.2.3的人 就好像我上台之前 一定要每天都排練,每天都排練 才有足夠的安全感的上台 除了天才,沒有人可以不準備 而且對我來說,我聽不到自己的聲音 我就判斷不了那個音準 我就會沒有自信,就會不敢唱 你看,它有完美的 就是沒有排練的東西一定會有問題 就是你覺得只要拿出來唱就必須要排練 有些人的自信就是來源於反覆的練習 行吧,你就認為你認為的 我真沒法解釋了 我真不想再講道理了 我講了一天,道理感覺好像都沒有用 就哪有什麼道理可講啊,小伙子 就講愛哦 你把我拉到了一個會更讓我沒有自信的場景 讓我沒有辦法聽到自己的聲音 我怎麼辦 那我錯了,我不應該帶你來 你沒有錯 其實我也不知道她為什麼總會去重複這句話 我沒有耳返,我唱錯了 她就問怎麼了 對吧 最重要的是要自己開心 我的理解就是她少了一些享受音樂的過程 音樂,它可以是我的生命 但它不能要了我的命 我知道這個世界上沒有完美 但是如果你不追求完美的話 你就會離完美越來越遠 所以我會逼著自己去跑 用自己的方式去努力 如果你不努力,你就什麼都沒有 就是不努力連輸的資格都沒有 這才是我的人